市场会有马来西亚的网民表示呢 他们很羡慕中国有像是这种奇瑞小蚂蚁 或者是50红光mini EV的小型电动车 他们也很希望在马来西亚可以买到这样子的车型 在这里告诉你你这个希望可能要成真的 不过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这种小型电动车啊 不是50红光mini EV 也不是奇瑞小蚂蚁 而是 Proton 因为最近呢有一些网民呢 参加了 Proton秘密举办的调研活动 在活动中呢 Proton表示 他们会在未来引进一款微型的电动车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影片呢 就是来讲一讲这个小型的电动车 吉利的Panda Mini EV 在中国的一些市政呢 这种微型的电动车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小台容易parking 然后还有它便宜 因为这种车子在中国都是卖两三万人民币而已 而且上台也很方便因为是绿排 所以广受欢迎 目前呢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 其实就只有印尼等少数国家会贩售这种微型电动车 而且这种车引进到了国外之后呢 售价并不便宜 就例如讲呢 这个在印尼市场 他们卖了一个50 Air EV呢 在中国虽然很便宜 可是在印尼的话 你换算成马币可能要六万块 其实也不是那么便宜对不对 如果我们想要买到这种便宜的电动车 只能寄忘我们的国产车的 就好像我刚才开头所说到的 Proton呢会引进一款微型电动车 我们先来讲讲Proton的未来计划啦 其实在今年年初呢 Proton的高层呢就有公布他们未来新产品的规划 他们除了会继续贩售这个内燃机的车款之外呢 他们也会逐步引进这个混合动力的车款 那第一款车款就已经发布啦 就是这个Proton S94 采用48B的轻都混合电动力系统 除此之外呢 他们也会跟这个Link & Core还有吉利合作 在本地市场引进电动车 其实这个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啦 其实在之前呢 这个香港股票交易所呢 就有消息指出了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呢 把手上的Proton股份呢 移到他的子公司吉利汽车上面 这个是为什么呢 为的就是双方可以进一步的加强合作 开发电动车 最近呢 我们就有获得现任的消息呢 他们去出席了Proton的一项活动啦 在这个活动里面 Proton展示了一辆微型的电动车给他们看 并且表示呢 这款车对标的对手是Myvi还有Asia 而且呢 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这一款电动车就是刚刚 今年2月在中国发布的 吉利熊猫mini 熊猫mini这款车就跟我们之前讲到的 微型电动车一样 车身尺码非常的小 车长只有3000mm 轴距只有2000mm 而且这辆车只是采用了一个四座的设计啦 基本上它就不是一辆可以给你做长途驾驶的电动车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回转半径只有4m 要知道Proton展示了4.5m 所以你可以看出这辆车是多么的小而且开起来会非常的灵活 那么这辆车在中国的售价也非常的便宜啦 是从3万多人民币起跳 而且它有两种电池选项可以选择 分别是120公里还有200公里 你没有听错它的续航就是这么短 不过这样子类型的车子呢 它并不是主打一个长途驾驶或者是舒适性 它就是给你平常带小孩子去上学去买一下菜或者去shopping而已 这辆车也不支援DC快充 它只支援你家里的充电座或者是AC快充 不过AC快充还支援到22kw的速度并不慢 如果你是采用家里的普通充电座的话 那么你充满真辆车你需要8.5个小时 不过这辆车本身的定位就是这样子啦 所以它的续航跟充电速度并不是我们要投诉的 我们要讲的就是这辆车 其实它瞄准的也不是第一次买车的人 而是你家里可能需要第二辆车或者第三辆车 那么你可能才会去选择它 我们接下来看这辆车的内装设计 你不要以为它是便宜的车子 内装设计就会很娘春 我们看官方的图片跟观光的影片 这个内装设计其实还蛮精致的 而且它还有数位化仪表 跟这个独立式的触屏主机 而且顶级的版本还支援手机APP来控制这款车 不过我相信这功能在马来西亚应该是会被cut掉的啦 不用紧 这辆车其实主打实用 因为它的空间表现还不错 如果你把后面的两个作业倒屏的话 那么它可以释放500L的空间 你要载比较大的东西都没有问题 而且重点是这辆车竟然还支援手机的无线连接 也就是讲你可以使用这个无线的投屏功能 但是它是没有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的 然后这辆车有一点我必须讲就是 它的安全配备部分可能没有那么的丰富 因为这辆车基本上只配备了双气囊 ABS跟EBD 像是这种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跟Atas系统它都是没有的 也代表了这辆车真的只是主打 可能让你搭慢家或者是载小孩子去上学而已啦 在这个活动上面呢 Proton并没有表示他们会引进哪一个版本 但是一般上我们一级啊 这个200km 的版本应该会是马来西亚引进的主力 200km 看起来不多 但是对于你来讲可能去上个班 可能去买一下菜载小孩子上学等等等等的用途 已经非常足够了 一个星期可能只充电两次 所以这辆车主要的使用场景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不要寄望它坐长途驾驶可以走很远 因为可能你从K2还不到医保你就必须要充电了 而且充电要等很久哦 除此之外 Proton其实为了电动车呢 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准备的工作 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之初 目前Proton已经跟本地的充电供应商Gendari进行了合作 未来他们会在马来西亚 Proton旗下的200多间展示厅安装充电桩 这就代表着你不需要单纯这个车子没有办法充电 你去到Proton的展示厅你就可以充电了 然后最后我就是要讲到它的价格 我刚才前面有讲了 他们表示这辆车的对标对手是Protua的Asia跟Mivi 所以我们一计呢 它的价格应该会在这些车之间 大概是从3万5千令吉到6万令吉左右啦 这样子的一个价位 其实这样子的电动车基本上可以讲是Mivi 最便宜的电动车了 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 因为这个电动车的引进啊 Proton未来可能会放弃这个Saga Iris Persona 这样子的微型车啦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可惜的 但是电动车是不是未来 我们继续去看下去 可是Proton呢 他们愿意在这个前进未来的步伐 踏出一步是值得肯定的 大家对这个Proton的首款电动车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不过要告诉大家是 我们暂时还不清楚 这款车上市时间会在什么时候 预计最快最快啦 应该都是要在明年啦 今年是不可能了的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个电动车有任何的看法 都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 还有呢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见 拜拜